大家好,我是小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不是能跟大家分享这期防晒衣的测评视频 因为我觉得夏天最重要的就是防晒了嘛 那这期呢,也是我自己自费花了2000多块钱买回来的十几件防晒衣 完全没有广告,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观看 然后呢,就是拼多多啊,1688以及淘宝的一些爆款防晒衣啊 我都有买回来,而且都是没有退掉的 就是因为它有十几件,所以说太多了 我一个人肯定穿不完嘛 我就想给他们找到如果有需要的姐妹们啊,也可以哦 我这一期的测评呢,就是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 就是在我们的天台上面测评的嘛 那时候紫外线强度的话是3000左右 所以说我们就差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对大家有点帮助呢 就需要能够关注并帮我点赞,投资,转发一下吧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拼多多买的几件防晒衣 第一件呢,就是这一件是买的一个灰色这种马上美其店店买的 它的价钱很便宜,只要19块9嘛 其实拿到手机的面料还蛮舒服的 就是那种冰丝的面料,是冰冰凉凉的 穿在上也很轻浮很柔软的 然后上面呢,是有一个这种帽子 帽子上面的话是有一个大帽颜啊 后面呢也是有这种拉链的嘛 所以说对于长头发的紧面比较友好 那这件衣服呢,它这个侧边还有这种比较透气的气孔 这件衣服呢,它的防晒指数的话 就是防晒力不算特别的好 因为我自己测评下来的话 紫外线是大概降到了200左右吧 防晒力不算特别的好 然后呢,就有一些做工啊和走线不算很好 因为它价钱才19块9嘛 就比较便宜的一件衣服 第二件呢,就是拼多多这一件紧家翼的防晒衣 这件防晒衣呢,它的价钱的话是24块钱吧 如果买回来说,因为店家他说 它这个防晒力是能够有效阻隔99%的紫外线 但是这个呢,我自己测评下来的话 它的防晒力是最差的 就是紫外线好像是降到了300多吧 就这件衣服的话,我是不是很推荐的 虽然说它的版型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防晒力确实不太好 第三件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就是北晚衣他们家的这一件 这件的话,价钱就是14块9吧 价钱也是算比较便宜的一件了 但这件衣服呢,也是我不太喜欢的 因为它这件衣服的话,穿在身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版型真的很差 就,我感觉它就是随时随地 它都要这样垮下去 真的很不方便 前面的话是这样子的 就当然戴在手上的 那我这次买的防晒衣的 它都是这种款式嘛 然后呢,后面呢就是有个大大的帽子 但这个帽子的话,它也很容易这样垮下去 而且这件衣服呢,它的防晒力也不是很强 所以说我也不太推荐这件衣服了 第四件呢,也是来自拼多多的这一件 这一件的话就是宝丽龙他们家的 它价钱的话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 是39块9嘛 但是这件衣服拿到时候 我觉得还蛮惊喜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穿在我的身上的话 它是比较修身一点的 就我觉得它的版型很好看 也是比较日常百搭的款式嘛 因为我买的是一个灰色 那它还有其他的颜色可以选择 前面的话也是这个样子 它的面料的话 穿在上就是那种比较冰冰凉凉的 还挺适合夏天穿的 后面呢就是有一个帽子 但这个帽子的话是没有那种帽颜的 它也没有那种 就是后面有拉链 它就是这种比较普通的 但这件衣服呢 它我还挺惊喜的 因为它的防晒力还挺强的 就是我自己测评下来的话 紫外线是降到了十几吧 我觉得这个的话 性价也真的还挺高的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那种 稍微平价一点的防晒衣 我就很推荐它 因为它测评下来 跟我后面测评的那些 很贵一点的防晒衣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的 接下来呢 就是我在1688上面买的几件防晒衣 这件蓝色呢 就是买的是一个浴室蓝色嘛 加上运费的话 价钱是39块钱 这件衣服呢 其实和刚刚跟大家分享那一件 灰色的 它的版型啊 都差不多的 面料的话 我觉得刚刚那一件会更舒服一点 这件衣服呢 就是它的这个防晒力的话 没有刚刚那一件那么好 因为它测评下来的话 好像是到100多嘛 就我觉得它的防晒力的话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 我就更推荐大家去入前面那件一些 还有一件呢 也是我买的一个蓝色嘛 这件蓝色呢 它加上运费是51块钱 这个蓝色的话 好看一下就是一个淡淡的蓝色嘛 这件衣服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 版型的话 其实和之前的两件都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一件很普通的那种款式 比较日常的款式嘛 它这个帽子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帽子 我不太喜欢那种 有大大的冒眼的那种帽子 我觉得日常可能不太方便 就是你戴一个防晒帽 会更好一些嘛 那这件衣服呢 它的价钱的话 是50块钱 比刚刚那一件灰色要贵十几块钱嘛 那这件衣服呢 它的面料的话 就会更舒服一些 因为它的防晒液量测评下来的话 也是降到了十几嘛 和那件灰色 就拼多的那件灰色 它的防晒液啊 和这个穿着的款式的那种感觉 都是差不多的 但这件衣服呢 它的面料的话 就会更细腻一些 如果大家想买稍微质量好一点的话 就可以输入这一件 这件的话 我觉得也还挺值得购买的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买的几件淘宝上面的爆款防晒液 因为基本上你看那种防晒液的测评 都会看到它们的身影 这件衣服呢 就是一件这种 我在宝拉斯期间店买的吧 这件衣服呢 是花了148块钱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我 这所有买的衣服当中 最坑的一件了 这件衣服呢 它的防晒液的话 还没有那种拼多多的 十几块钱的好 就我觉得它这件防晒液的话 真的特别的坑 然后呢 款式的话 就是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的 我觉得只能把它当做一件 那种日常的外套穿 那颜色的话 就是一个鹅黄色 这个颜色其实还挺好看的 但是防晒液确实不行 我觉得就不值这个价钱 买回来要100多块钱 是一个全链防护的款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帽子呢 它的帽颜其实不算特别的宽吧 就只有多出了这么一截 然后呢 大家如果是平时出门骑车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给它遮住 就可以拉链拉上来嘛 这件衣服呢 它的面料的话还挺舒服的 但是呢 比较容易 就有点点厚实 平时如果是出门走在路上的话 就会有点容易出汗 有点点门嘛 但是呢 如果你是骑车的话 它还是能够遮得严严实实的 因为它是一个蝙蝠袖的设计嘛 它不是一个那种普通的款式 像这件衣服的话 它的防晒指数真的还挺厉害的 因为我自己测评下来的话 紫外线是降到了三 就我觉得这还挺厉害的 平时你是去出门学车啊 或者是去海边旅游啊 就可以穿这一件 防晒力真的还是没得话说的 接下来呢 就是娇夏他们家的这一件 防晒力 娇夏他们家的话 也是营销的比较多的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 我就是当时图便宜 我花99块钱 买了一个这种防晒披肩嘛 但是穿 拿到手以后真的特别奇怪 我觉得怎么穿怎么奇怪 因为它完全挂不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买了这一个防晒披肩 它有时候就会这样滑下去 因为它这个魅料的话 蛮舒服的 就是那种比较轻浮 比较滑的魅料 所以说就它就特别容易滑下去嘛 然后呢 它的防晒指数测评下来的话 就是防晒力 是紫外线降到了二十几吧 我觉得它就是 还没有1688所拼多的那一件那么好 就我觉得这件的话 我也不怎么推荐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国货品牌 安踏的这一件防晒 也这件防晒 你能买的是一个粉色 这个粉色的话 其实拿到手和图片 有点点差别 就是有一点点村的那种颜色吧 它是有三个颜色 有一个绿色 绿色那个看图片也很村 所以说我会跟它 推荐大家去买那一件白色的一些 这件衣服呢 它的面料是比较轻薄的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穿上 就是你走在路上 也不会很热嘛 像这件衣服的话 它的版型也很正常 就是还挺好看的一件版型 你平时像春天夏天秋天 都可以穿 它的防晒力呢 我自己测评下来的话 我觉得也还挺好 就是降到了13左右吧 我觉得这件衣服的话 也是我自己还挺喜欢的一件 还挺有质感的一件防晒衣 这件蓝色呢 就是云朵工程他们家这一件 我买回来是109块钱吧 这件衣服呢 我买的是一个最小嘛 但是它是一个那种 稍微宽松一点的款式 其实颜色的话 我挺喜欢的 就是一个那种淡淡的那种蓝色吧 天蓝色 很小清新的一个颜色 然后后面的话是有一个帽子 像这件衣服呢 它的面料的话 就不像之前那种冰丝面料 它是那种比较普通的面料 穿上的话不是很透气哦 所以说你出去的话 身上会出汗啊 比较容易热 这件衣服呢 它就有点像那种冲锋衣的材质吧 平时的话 你当做一个外套穿也是可以的 它的防晒力的话 就测评下来是降到了26左右 不算特别的好 接下来呢 就是余罩凌家这一件 这件的话就是一个淡紫色 颜色还蛮好看的 但这件衣服呢 就是它价钱 虽然说只要50多块钱 但是它防晒指数的话 测评下来不算特别的好 就紫外线是降到了75左右吧 就是我觉得这件衣服的话 和拼多多那个是差不多的 因为它的面料的话 和拼多多都是差不多的 这件衣服我也不这么推荐 最后一件呢 就是骆驼家这一件防晒液 这件防晒呢 应该也是我自己很精细的一件了 因为它的防晒力测评下来的话 就是紫外线指数是降到了 2还是3左右 就我觉得它的这个防晒力 真的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是领了20块钱的券是139块钱到说了 上面呢就是有个大大的冒烟 然后呢 它也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个那种稍微有一点点蝙蝠绣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买的是这个白色 这件衣服呢 后面也是有一个拉链的 就我觉得这件衣服的话 无论是它的做工啊 和它的防晒力啊 以及价钱啊 和它这一个面料的舒适程度来说的话 应该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了 因为它这个 比起欧桑林的这个防晒液 但它价钱要便宜一些嘛 而且呢 这件衣服呢 它的比那些平价的防晒液 它的防晒指数 就是防晒力也是要强一些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以期爆款的防晒液的测评了 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去种草 就如果你是 需要去练车啊 或者是平时只需要出门 上个班呀 或者吃个饭的什么的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 我也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嘛 那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呢 就希望能够关注我 别帮我点赞 投资主要是呢